那這個非常強的一個技術 這些科技會大概跟過去的採集房子 又幾的房子完全都不一樣 我有一年辦昆蟲研習營 然後在龍洞灣那個版面的一個學校 那我的課程裡面有一天是夜間採集 然後我會用採集昆蟲的掛燈 然後通常西北市比較郊區的學校 大概都會蠻多 可以抓到蠻多昆蟲的 甚至整個屠幕上面可以是蠻滿的 結果我那一天在和美國小的海灣裡面 有三艘在抓小捲的 然後也就是在我張客的前面 大概一百公尺裡面 三艘上面滿滿的都是燈泡 就是像這種的 那這個是在深奧儀港裡面的 這個還是白紙燈 每一個都一千燭光以上 所以你看這一艘船大概有多少 那我點的只是點了兩盞兩百五十燭光的 那怎麼跟它比 然後我還有一盞UV紫外線燈 那我們通常在野外這樣的 比較山區這樣就可以採集到非常多 可是那我那一天 所以竟然什麼昆蟲都不過來 因為我的燈跟它的 你比較起來是小屋建造屋 昆蟲根本就不過來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他也有建議就是 這種要好好的做經營管理 要做研究然後做經營管理 做一些相關的一個規定這樣子 那我們台灣在跑海岸也發生一些 海邊的移民常常會報業 他說我們自己近離 近離的半天大陸也近離 那結果我們近離我們就不出去抓 結果大陸也近離 他們不抓大陸就跑了台灣也難抓 就很多這種狀況 那我昨天他從澎湖回來 那在澎湖的時候 他們對我說那幾艘船就是大陸的船 然後就是被查夠了 那大陸的船都塗那個藍色 那澎湖的船都塗白色 那結果他們也有幾艘船 就也把他塗成白色 然後就混到澎湖的海岸線來抓 那剛好被我們的海王發現了 然後一看是大陸的 然後就把他壓過來 把他查夠過來 就會有這些資源在經營管理上面的這些問題 那這個問題不是只有這種狀況 那全世界的海產全部幾乎在快速的萎縮 全世界各地方的港口幾乎都是一些船 然後他就不出來抓了 因為抓都不夠粉 那全世界的港口的遺傳 大概各國政府大概都等著他 老了壞了 然後就不能抓了 然後那時候他也沒力去找了 然後就遺過就沒有了 所以很多人都有看過 魚線的鏡頭那個影片 2048年人類就沒有魚可以吃 沒有野生的魚可以吃 那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這幾年來有很多 比如說在美國龍蝦會量產 然後在台灣原來也價格類 會變得非常的多 那這種就是一個嚴重的警信 那並不是量越來越多 那是因為龍蝦的天敵沒有了 所以龍蝦就量產 那你接著吃龍蝦 龍蝦被你吃到比較少的時候 龍蝦底層的東西會沒有的 所以你一直到2048年 那就沒有野生的東西可以吃